Roy 劍盤不錯 但是他好像舊的比較好用 新的我沒按過,我沒有辦法可以按 舊的那個還不錯 幹嘛? 在lag什麼? 他這個lag是在提醒,我要去放給光爆 你的採礦單位飽和了嗎? 需要更多進化 有利用嗎? 你沒有足夠的金礦 在上面 你我們可以去放點 我可以看到 你都可以看到 水瓶 我可以看到 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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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在那里跃缠 愣着一点好不好 你不可以在那里跃缠 认真一点好不好 干 哦 要等那个 那个好 哇 完蛋了 应该来不及了 算了 我冰了 冰了 炸掉了 不足 你的采矿单位保护了吗 我们需要更多金矿 你没有足够的金矿 我们需要更多金矿 需要更多金矿 我忘记了 这枝 要是要弱 要是要弱 我只能够越来 我只能够越来 到时候 我只能够越来 作为了 我只能够越来 我只能够越来 它是要想 它是要想 我只能够越来 它是要想 它是要的 我只能够越来 好 不停在那裏船 盾住點好不好 我不是說我自己的 我來講 我真的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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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玩嗎 你看你用這種方法上大事你就很好玩 這場可以解說一下嗎 好喔 來 一開始我知道他神主吧 我就觀察一下地形 覺得這張地圖適合光炮 為何適合光炮呢 因為這個後面的 這個水晶對不對 你只要這邊一個水晶塔 他就要繞一大圈 才有辦法進來這邊 所以你只要第一個水晶塔把這個地方堵死 對 或是你在後面一點 再陰險一點 再更後面一點都好 反正你就是把這張堵死的話 他就要繞一大圈才可以進來 所以基本上這張圖光炮超級強 你只要能夠堵到這個水晶塔 等到他發現的時候你過來堵一下 然後他就基本上你光炮就一定成功 那開場這個水晶塔就直接出門了 不然會來不及 然後這個BF蓋再出門 所以我的作法是先堵這一顆 所以我的作法是先堵這一顆 對 他的視野是看不到的 我被按到了 然後他的視野是看不到了 你知道嗎 因為我今天是先放這裡嘛 所以他看不到 我如果直接堵這邊會被看到 所以不行 好這時候我第二隻弓兵進來 那這隻弓兵你就要裝得很像是 一般的弓兵就好 你要裝得像一點 所以說我的做法就是我這樣子 這樣我就不用去控他了 這樣我就不需要去控這隻弓兵 但看起來又很像是來偵查 然後這時候他看到我這隻弓兵來了很早 他覺得有點早 因為正常 正常開局的話 弓兵偵查時間點應該是第二個兵營放下去 就才會偵查 但是因為我要光跑 所以我必須要再 假裝是第一個兵營放下去 我就來偵查 但是沒辦法 我這個 你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你可能工兵就上不來 上不了阻礦 你如果上不了阻礦 被封起來的話 那你成功率會下降很多 所以我這隻必須要找人進來 然後那我上去開始裝吧 然後後來他看到了 看到以後呢 他的做法是第一次 第一時間把工兵拉下來 那他這個量沒有做 沒有卡好 他要卡在 大概 他在這邊巡邏都好吧 反正他應該要卡 他想辦法讓我沒有辦法 蓋在這個位置 或是蓋在這個位置 我只要能夠把這個洞堵起來 不管是怎麼堵都可以 然後他的做法就是 讓我堵不起來就好 那就他沒有堵好 那他移動 框過來蓋 然後他這樣變成 他就只能繞這邊過來 那他如果繞這邊 你看他們從這邊走到這邊 跟我從這邊走到這邊拿個快 一定是我比較快 那接下來這次工兵 就是想辦法在上面做建築學 我剛剛沒有封到有點可惜 我如果封到這些工兵 就不用回來 就是已經贏了 那我為了要能夠 讓我第一時間 有視野可以打這個水平塔 所以我這邊趕快蓋一個水平塔 其實我這水平塔應該蓋右邊 這邊蓋得太旁邊了 這邊沒有視野 其實他有很多種守住的可能 就是他沒守住 你看首先 你看他的BY忘了蓋了 他剛剛不是拉公兵下來嗎 他忘了蓋BY 不然他這時候BY已經 要好了才對 應該是已經 那個 三四百滴血了才對 不是三四百滴 應該是大概要70%了吧 結果他這個BY慢了 BY就對了 他這邊太慢了 他這邊就沒救了 在這邊太慢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媽笑死 不要想說把弓命拉到二礦 這個解法絕對是錯的